为了纪念已故书法家余佑任先生逝世满50周年 目前在北投梅庭推出了书道乐无边特展 展出余佑任先生在创作的高峰期间书写的34件书法作品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到场参观 今年的11月10号是一代草圣余佑任先生逝世满50周年的日子 为了纪念这位当代书法家 观光传播局特别在北投梅庭 推出书道乐无边特展 并且邀请到余佑任的公子余中令为特展揭幕 缅怀佑老提倡标准草书的一身事工 我在报上看到说是这个馆已经超过100多万人来这个观光 这个馆的维修也是非常合乎这个环境卫生 这个每个人都拖鞋进去 所以这个历史文物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个人非常的高兴 本次特展当中展出余佑任先生从民国13年到53年 在创作的高峰期间书写的草书 楷书行书等34件的书法作品 希望引领民众欣赏佑老不同时期的书法之美 这是我们重新布展到明年4月为止 有34幅佑老的书草书在这边展出 拥有一脸大胡子的余佑任先生 许多人都相当好奇佑老是怎么睡觉的 结果特展记者会上余佑任公子替大家做了解释 有一个人突然问幼老说 请问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棉被外面 还是放在棉被里面 听说幼老回去以后就彻夜问棉 不知道胡子是放在外面 还是放在棉被里面 我可以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打一个结 就把他的胡子就这样打一个结 就胡子就变短 他就这样睡觉 所以可以睡得很好 就是当年幼老在睡觉前会把胡子先打一个结 也替大家解了这个世纪之谜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